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所特有的一种宗教传承制度 那么它之所以在藏传佛教中形成 是和当时它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世界范围的宗教界只有藏传佛教存在活佛转世制度 活佛转世遵循哪些原则 8月16号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举办期间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李德成就此接受中心设计的专访 活佛转世制度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形成于13世纪末 此时的藏族社会处在封建领主和宗教势力两者的控制下 李德成表示活佛转世制度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各方利益 促进了交外团结 活佛转世制度它形成于嘎玛嘎举派 那么嘎玛嘎举派当时嘎玛巴西在元朝中央政府 和撒加派的争夺权势的过程中 他是没有取得优势地位 而是由撒加派就是巴斯巴这些人 在元朝中央政府里头占据了优势地位 那么他也为了提振教派士气 他就采取了一种在继承人的做法上 采取了一种创新做事 这样在藏传佛教里头就形成了独有的活佛转世制度 2007年中国政府颁布实施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将活佛转世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李德成指出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不是凭空出来的 在这个制度形成的过程中 广泛征求了藏传佛教界的意见 也征求了信教群众的意见 它是符合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的愿望 也符合信教群众的要求 所以说它有效地保障了活佛转世 按照正常指数来开展 李德成表示 宗教事务是国家事务的一部分 古今中外干部能外 依法管理本国的宗教事务具有普世性 依法管理活佛转世事务 这也是我们依法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从法治的角度上来讲 第二 政府依法管理 它能够有效保障 广大藏传佛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权益 那么起到一个依法保护的作用 近年来 十四世达赖集团图谋操纵活佛转世 李德成指出 从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上来讲 活佛转世是一个综合的宗教事务 不是哪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这个达赖喇嘛的一些言论 就是说他经常说 他转在什么地方 转成什么样的人 常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从历史上 历史达赖喇嘛的转世传承上来看 不存在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 它是综合体现了 就是寺院的愿望 信教群众的愿望 还有政府管理的权威 绝不是个人说了算的事